立氏集团总裁夫人林平久病多年于今日离世 总裁立万良无法承受打击病倒家中 暂时没有现身 终于成为立太太 放心了 立太太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我的 要不是为了林平守卫你点股份 才不会躲到现在才让她死 新的立太太可不会像上任一任一样 是你摆布 只要能在窗户上 让我摆布就可以了 谁把照片放这里了 你不会对那个女人还念念不忘 葬礼都在家里举办 你不些晦气 这你就不懂了 这个女人的八字忘了 就算死了 也别想投胎转身 给卯子留在这里 招财 正在 立总 这么薄情寡义 也不怕那个黄脸婆 回来找你 那就让她变成立鬼 好给老子 出出信 是怎样的 既然你这么想看立鬼 那我就如你所愿 你是谁 你怎么在这里 抱歉 李太太 好像打扰了 这是我给匆匆请到家庭教师 林宝儿 给匆匆找的家庭教师 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都已经睡觉太厉害了 这种事情 我需要立总放心 知道吧 李太太 进来吧 给李总打个招呼 毕子你好 我是村夫门跟林钓师 明白 宝儿老师 你的房间在那边 我带你过去 宝儿老师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了 你先休息 还有 以后借别人房间钱 先敲门 好的 谢谢 李太太 妈 对不起 风儿还是来晚了一步 那我 为什么跟你来 你什么时候给你来 我贪败 等我拿到他所有财产之后 林彬除了你 就只剩下那个小杂种 把他处理 不都是你的 对小孩子下手 不太好吧 你对林彬爸妈的时候 我也没心啊 妈妈 你在这里干嘛 小云 快追 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宋儿快跑 我我要跟妈妈在一起 天长千万别让丽王娘 那个滚蛋找到你快走 所以别让她娘们跑了 宋儿快跑 快跑啊 快跑 白孙儿 那小孩丢下去了 宋儿 宋儿 这儿一声 这个小朋友面孔摔成这样 这后我恐怕家人都会弄成了 唉 有啥办法 保命要紧 赶紧走速 别开花 你放心 阿姨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妈 我一定会为我们全家报仇 妈妈 宝儿老师我们好久都上课呀 我们统统跟宝儿老师这么行吗 这样也好 我要跟万良准备婚事 宋作就麻烦你了 那一看他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叫宋作呢 宋作 你藏到哪里了 是不是 在跟老师伙儿走梦包 我知道你藏在那了 对不起 宝儿老师 这样 我来帮宝儿老师擦一下吧 我自己来学习 王老师 你要干什么 王老师 王老师你 苏苏 我是班纪你 我跟老师走吧 李总 你刚刚想说什么了 没 没说 对不起太太对不起我不是陈欣的 你知道我这件高厅婚纱多少钱吗 比你命都贵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太太我帮你封口 你的意思是 让我穿过婚纱结婚 你神经够我是不是 太太我没有这个意思 妈 他也不是故意的 再买一件新的不就好了 要是能再买一件 我就不用跟他被口舌了 太太 这件婚纱的设计很简单 我可以帮你改一下 真的吗 那谢谢宝儿老师 沈诺 你就是靠着这种手段 得到丽太太的位置 你色是色衰爱吃 不知道你的丽总 到底能害你多久 丽总 丽总 在这里做什么 谁让你进来的 我在帮太太裁剪婚纱 太太走得急 没法来袭 我问她吃吧 所以选择来看看 我的衣服 看看是吗 这件衣服 能看出什么纸吗 丽总不知道 越是这样的衣服 越是能看得出来的 太太的身材飘忽不定 再合适的衣服 也没有我懂太太的纸 那丽总 帮我笔量一下 丽总 你要干嘛 林老师 请注意自己的身份 不要再做出什么 违据的事情 这次就算了 再有下次 我一定会辞退 不可能啊 是我不够有魅力吗 还是立万两转的性 还能够你去干什么 想让太太看到吗 把衣服披上 别着凉了 原来是玩欲擒故障 你敢打我 太太不也打了我吗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我看不在你就不安分了 我打你都是亲的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误会宝儿老师了 我想的哪样 宝儿老师 是向我建了一件你的衣服 为了采改婚纱的时候 尺码保持一致 太太不相信我 难道还不相信丽总 但你也不能打我呀 我可是你的雇主 我们是双向选择的关系 我是匆匆的家庭教师 不是你们家的佣人 我劝太太下次发脾气之前 先搞搞清楚 你就不怕我开轮请便 到时候立松 达不到江城第一学院 入学标准 可别怪你 太太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我先去准备匆匆的舞蹈贺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会生根发芽 痛不痛 要是现在还不抹点药的话 明天脸该肿吧 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要是被太太看到的话 估计之后药膏就要通满我全面 聪聪 是不是菩薩躲起来了 想学别人做狐狸 就要把尾巴藏好 聪聪今天没有舞蹈课了 玩我手机的美 不好意思啊 坐了 既然聪聪没有课 不如玩好伤心 老师教我跳舞吧 你敢当吗 那总不是叫我教你吗 怎么了没看懂 要不要我再教你一遍 怎么 上班老师的课 要吃这么多苦头 吃早苦中苦 方为人生 吃多少苦无所谓 只要最后 能让我吃个一天 这种苦你也吃得了吗 这上你该放心了吧 王老师 暂时安全 沈诺 你也不过如此 匆匆想在爸爸妈妈的婚宴上 穿哪件衣服呢 这两个裙子的颜色 为啥都一样啊 这两个颜色怎么会一样呢 这个是红色 这个是绿色 妈选红色 为什么喜欢红色呢 因为我爸爸喜欢妈妈穿红色的衣服 是吗 谁让你在这里的 你想要干嘛 不干嘛 我就是在这儿吹吹风 白天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对宝儿老师 我对宝儿老师你 没有非分之想 丽总之前看我的眼神可不是这样的 怎么突然之间就变了呢 难不成丽太太 又躲在窗里面 你的确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你的确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没有好像想是因为她们 没有好像想是因为她们 我构错了 我构错了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我是立宋的家庭教师 老公 我会干什么似乎 啊我我在准备婚礼的事情 婚礼的事情 干嘛背着我 莫非是要准备什么机器 对 我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所以不想让你们知道 这样吧 要不你先去洗漱吧 走吧 你竟然都被我撞上了吗 不如告诉我 准备的什么惊喜啊 这就是我说的惊喜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你知道 我洗了个红色 穿上去 特别诱人 你是觉得 我穿这件衣服诱人 还是这件衣服上的味道诱人 你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觉得 我怎么觉得 这件睡袍上面的香味 跟宝儿老师身上的 有点像 难道是今天的测试 你对他动心吗 我费尽了千辛万苦 才让你当上回忆太太 就是因为我懂你 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货子 在婚礼之前 任何努力 我都要提防 我可不想乐得 跟林平一样的相差 那我就让你知道 我按着什么洗 你今天还有情趣吗 不要脱 穿着更有感觉 你不要脱 这么脱 你费尽心思要取代 别人成为厉害的 那我也让你体验一下 被别人取代 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你干嘛 我真不是谁的灯头 我真不是谁的灯 聪聪 你怎么在这 本来是想给你看看 宝儿老师 给我做的新衣服的 你怎么还没睡 妈妈跟爸爸 商量点事情 你也穿上宝儿老师 给你做的新衣服 你说 这是宝儿老师做的 啊 这也是你做的吧 你让我穿你做的衣服 你要干嘛呀 李灿灿 你在说什么 不要在那随意 别以为我 不打 het 玩什么把戏 妈妈 是我让宝儿老师 给我做的 我想跟妈妈 穿一样的衣服 都天上所有 爺爺做了一件 聪聪 是你让宝儿老师给妈妈做的吗 妈妈顾名真相就是打人是坏人 我走 丽太太平时 都这么喜欢使用武力的吗 只有在遇到漂亮女人的时候吧 我还以为你就喜欢这样的 怎么会 我当然是喜欢你这样的 签不签签不签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签的话 我有一百就不怕让你签 我有失败把你都弄到手 你何必呢 签不签 签不签 签 签不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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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 你 你都记起来了 你 你 这是你跟哪个女人偷情留下的证据 你在哪里找到 就在船底下 怎么会在你这儿 人活着没见到这件事情 死了 倒是还念念不忘 不过就是一根忘了丢的笑面 你太敏感了 你到什么不签 保不齐 别人 你这长相跟那个贱女人还真有几分宗似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不可能 神诺不可能会认得出我 这条项链 我之前早就找到副理聊了 怎么会在你的手 这是我在房间的角落里找到的 我以为是太太您的 就帮您保管了起来 帮我保管 听你的口气 逗你心里 逗 你别再闹了 心疼吗 你为什么说 他这次老众 他说他说不出事 他说不出事 说不出事 你为什么 我为什么 你为什么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这项链是松松小姐想要扭上来的 可能是她玩的舌尔落在那 被宝儿老师捡到了 以后再让松松看到这些脏东西 你就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是 我知道了 太太 既然事情已经弄清楚了 你向宝儿老师道歉吧 宝儿老师 是我误会你 太太 您没事就好 下周是我和丽总的婚礼 我会邀请双城所有有活有联合 希望你能好好教松松跳舞 激烊所有的音乐 第二天我会 一个孩子 天天跳这种不难度的 别跳 林峰不光是在准备酒会上的节目而已 还要在我的酒会跳舞 跳这种不难度的音乐 让外人知道吧 我的脸就被丢死了 你在说什么呀 跳个舞怎么就要你丢人了 酒会那天她也别跳了 最好别出现 省得丢人陷阱 好 立总 让匆匆在婚宴上跳舞可以吗 当然 当然可以了 要是何老师能一起的话 就更好 我一个外人 虽然不适合出现在 丽总和丽太太的婚礼上 焦点 还是留给你们一家人的好 知道自己是外人就好 立万良 既然你那么害怕丢人现眼 非要让你丢人现眼 够 聪聪 爸爸 哎 好了 你自己去玩吧 去吧 王老师 今天真美 这话要让太太听到了 就快找你回饭 太太呢 我都拿着硬去 广业马上就要开始 没有心灵走就行 可是我看着 王老师 更像是心灵 太太 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位 是你们家新来的佣人吗 怎么之前没有见过啊 他是我们宗诺的家庭教师 林宝儿 我就说嘛 这么漂亮 怎么能是佣人 家庭教师 也是一种佣人 沈诺 这家佣人不是你的吗 我送给他了 我觉得跟宝儿老师 很配 我很想三家 这么有这种场合 所以没完 可是我记得 这件衣服 是你被别人吭了 是一个假货 就是那件假货 我觉得很适合宝儿老师 你们觉得 配不配啊 配 所以 买到假衣服 是用事 但你遇到新鸡 你觉得 你做谁 请假遇呢 这位先生 看着好上面什么 这位可是你们太太的的了哥 也是密室集团的经理 刘达 我也感觉 下次在哪里见过宝儿老师 宝儿老师 我会是有什么赋愿 做狗角度的生日 我看太太还是专心看牌吧 有时候打牌就像人生 一不小心 就会满牌的输 八万 胡了 小妞 你真是我的 不讲 算吧 买冰家常事 这点小钱 我输得起 就是有些人 连上周的资格都没 走吧 我的婚礼 马上我开始了 好 好戏 也要上轮 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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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牽涉人那样 夫妇 你妈妈在这呢 你怎么会觉得宝儿老师是你妈妈呢 我在模拢中 感觉宝儿老师更像我妈妈 从今天起 沈诺就是王毅万兰的妻子 也是历史集团的总裁夫人 我们 一定会把历史集团 经营的风生随起 谢谢大家今晚的祝福 叫我们历史集团和大家一起 能够争争日上 就现在 三 二 一 一 二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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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萍的家庭 这么说 可能这位立忠还是应该吃晚饭呢 上位立忠才开始多久啊 立忠六百分 说不定林萍的死 跟这位新立忠太有关了 你还不说什么 他都说怎么可能跟我有关系 你给我滚出去 对不起各位 今天晚上出门点小意外 家宴到此结束 各位请回吧 请 给我说 海洞你这干什么 赶紧说吧 好啊 怎么 看上宝儿老师了 你现在情绪不稳定 我不想跟你吵 是不想吵还是心虚啊 我看你对你们家三口的位置很慢一样 爸 我告诉你不要太过分 我可以让你成为立太太 我也可以让你深夜不是 好啊 你尽管来啊 只要你不怕你做的那些破事被人知道的话 你尽管来啊 只要你不怕你做的那些破事被人知道的话 你可以干什么 我来看看太太怎么样了 太太已经吃完了 现在已经睡了 之前的立太太 是怎么死的 你问这个干嘛 太太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 感觉之前好像发生过什么事情 不该问 别问 滚 你干嘛 你知道我先干什么 你不应该在房间里陪你立太太 从今天起 她就已经是正式的立太太 所以我的陪伴也没那么重要了 立总就像是在狩猎呢 一个猎物到手了 就可以马上抛弃掉 转身向另一个新的目标 可是狩猎的过程 才让人这份忍心不是吗 但是我 不想抽你了 怎么 难道我配不上你吗 因为你 看那种 白了 有意思 立太太 你怎么出来了 你骗我 这不是骗 是测试 沈诺今天才刚刚成为你的立太太 你就迫不及待地寻找新欢了 虽然我也很想答应你 但是我怕落得像之前的立太太一样的下场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害死了 谁跟你说之前的立太太是被害死的 今天晚上 大家不都这么说 你总是在我面前提的 难不成 你跟之前的立太太认识吗 你要跟她认识的话 我第一次跟你们见面的时候 你就已经死了 所以说啊 你跟他们不一样 我会给你所有最好的 男人的话最不可惜了 尤其是 没宠的男人 你说谁没宠的男人 你不 没宠 李万良你死了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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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有没有宠 你放开我 李万良 你个禽兽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痛苦 李风 你疯了吗 跟你有仇的 妈妈 是李万良和沈诺 李聪是无辜的 我怕 你不要丢下我 聪儿快跑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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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 聪聪 聪聪别怕 妈妈在这儿 你怎么知道 李太太 也可以我 真的 李太太 我 只能读 李锦昌 太太和立聪去也赢了 后天才回家 那也不能穿成这个样子 要是被别人看到了怎么办 怕什么 我都快成为立太太了 你终于想清楚了 要做立太太 这也由不得我去想吧 你都把生米煮成什么饭了 你可别想耍赖了 那是自然 不过 要成为立太太的话 需要一些考验 什么考验 我有一些把柄在沈诺的时候 你要是能把那些东西拿到手 立太太的位置就是你的 怪不得你站前顾后的 原来是有把柄在沈诺的时候 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不要勉强 如果我做到了呢 你要是能做到的话 我自然不会失言 反而 会好好感激 怎么感激 不 怎么 这会儿就不怕别人看到了 都已经要成为立太太了 还怕别人看到我 那万一 被水朋友看到了 那就让她看呗 来 帮我回来 爸爸我回来了 怎么就突然回来了 为什么 我都要成为立太太了 你这样做什么用的 有没有用 你要是故事才知道 看到你回来了 宝儿老师 最近是有什么 买一送一的活动吗 买家庭教室课 送男主人孙斯爸 那小对我陈也有一个追 我一个女子 可能大点不老 如果她喜欢 我不介意 反正我们家也不吃亏 你老公背着你出轨 你难道就不生气吗 出轨是男人的本性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早晚的是 不是阿猫就是阿狗 你不会以为 你这样就能成为利太 刚刚玩得好吗 以后有这样的需求 不用藏着掖着 直接去找宝儿老师就好 我们宝儿老师这么好 最重要的是 还不收钱 你既然利太太不介意 那宝儿老师就不用担心了 李婉良 赶紧把你妈的手里的股份 给我要过来 不然你弟弟丽云帆 带个老婆回来 还鬼迷心窍给了别人 你在丽氏集团的位置 可就保不住了 利饭良的弟弟 丽云帆 玩得可尽兴了 尽兴了就我滚回房间去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就 原来利太的说不生气 都是假的 我说我不生我老公的气 我可没说我不生你的气 我什么意思 你觉得你还有脸呆在利家吗 赶紧收拾东西 给我滚蛋 宝儿老师 滚吧 妈妈 我不想要宝儿老师找你 你让宝儿老师留下吧 我们匆匆还挺忠情忠义啊 也不知道被宝儿老师 灌了多少米粉汤 你看清楚了 我才是你妈 你要是再不哭哭啼啼 信不信我把你一块烘土去 匆匆不哭 你妈妈一定会给你找个 更好的老师的 可我就想要宝儿老师 不要在我面前见苦情戏了 宝儿老师不送 这不是宝儿老师吗 怎么这么晚回家 你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就是想宝儿老师 陪我们几个喝点 滚 你该不会是被我表妹 给赶出来了吧 真是的 现在都流行管情人在表妹 谁告诉你我们事情 我这过都不打资料了 当老师的果然不一样 名仰逆致 不过我看你这行李咕咕囡囡囡的 该不会是走的时候 还加了一些私活吧 放心吧 我对丽家的所有东西 让我检查检查 放手 咱们了 箱子里没有 说不定藏衣服里了 不如让哥哥帮你好好检查检查 管你个清白 不如让哥哥帮你好好检查检查 管你个清白 如何 你要是告诉你 我就把你不审订我的决定都告诉你 我有你们偷情的证据 偷情的 那正好 那我更得也好好检查检查 兄弟们 给我上 给我上 少怪前世 抓出来 他下了 那喇嘛打发现 口气不小 那你当时多说 我好久没被人架过了 我是 丽 云 丰 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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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这ury 我说你小子 想学别人英雄救美 也不挑个我不认识的人贸重 你敢冒充一种的弟弟 这不是段丰 小大 昔 你以为丽 丽 丽丝集团跟我大哥是什么关系 我并不关系 我告诉您 丽丽的丽 丽举 那可是我大哥的妹妹 丽丽 丽业 丽丽的丽丽 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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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幣总的弟弟 小子 今天算你走 大爷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就不怪你冒出的事情 那你要不认识他们 放手 你还来劲呢是吧 再说一次放手 要不 快点 你瞧呢 你等着 我跟你们没完 走 你没事吧 这么好的机会 我怎么能轻易放过 听说另外一样的弟弟 丽云帆 马上就要回国了 这万一他要是回来 跟另外一样争夺 那你岂不是危险 怕什么 等婚礼结束了 我就把另外一样 他妈舍得的股份要过 到时候丽云帆 他就算有天大的能量 也休想其在我的头上 需不需要帮你 解决他 这个丽云帆 在国外那么多年 整个江城 除了他家自己的人 都没见了 怎么解决 那后面的作战 可叫辛苦的宝贝了 不是宝贝 表妹 是宝贝 是宝贝 你没关系 根本达 你闹上你 家里是了 你找你车子 我以为没有在 你有没有什么朋友 你这样吧 我在酒店帮你看见房间 我没有 钱不需要你付 我也不需要你付 不 有沈又 没门 哎哎哎哎 救救 哎 表哥 谁帮你上台队啊 就是你给冲冲走的那个老师 林宝儿 那个狐狸精 被赶出家门了还不安心 但是表哥 你一个淡男人 被打成这样不应该啊 当然不是被他打的 我要是能被他打成这样 我就别混了 那你好好的 惹那个贱女人干嘛 咱俩的事情 好像被他知道了 还要告诉立万良怎么办 他怎么知道的 表妹啊 你这次有点拥有事 万一被立万良知道了 该怎么办 不用担心 我现在跟立万良 是一根手上的骂子 一根手上的骂子 他弟弟丽云芬 现在要回国了 就凭他那样 还想跟他弟弟的 会还得扣我 再说了 他现在 还有把柄在我手上 立万良 他现在还有把柄在我手上了 不是立万良吗 为什么要对付他弟弟 立万良 当时只是从林明手里 拿回了林氏集团 但是立万良 但是立万良现在能有经典 全靠他那个国外精英的弟弟 他弟弟要是回来了 想把立万据集团夺回去 也不是不可能 那你可要小精典 立万良现在是单身了 立万良要是靠不住 我就换一颗大叔 表妹啊 我相信你 不管你在哪个厨上 立万良表哥我就行 瞧你那德行 昨天晚上 听林宝的出头大声 说自己是 立万良的二手 是不是就同意吧 他立万良现在还没回来 就算是回来了 就他那样 能认识立万良 别问了 这个立万良 跟他哥是不太一样 看来只有 撥出去 李宇芳 李宇芳你不死啊 放开 你没事吧 我不用你假装好心 我 昨天晚上你救了我 还以为你是什么正人君子呢 没想到啊 趁人之之威 昨天看你衣服似的 我让你不愿意 你 你 你放心 我也是羡慕 你什么意思 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高兴啊 我还能这么高兴的衣服 这不你弟弟要回来了吗 我这个当嫂嫂的 当然要留一个好运行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可是在同一个阶线 传承了 我们可就都不好过了 那是当然的 我是立太太 立总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不管你们兄弟俩 谁是立总 我都可以是立太太的 那我 会要autiful地感激你 你回答小提琴 甲超喜欢 学了很多年吗 你现在是谁最不学的 既然喜欢 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 你回答小提琴 你回答小提琴 不好意思 是不是讓想起不好的往事啊 來要不要喝杯咖啡 你在裡面加點知識嗎 你也喜歡咖啡裡面加試試 還有誰會損 曾經的一個朋友 我有機會 一定要跟你這位伯伯見一下吧 李玉芬竟然很令狗 這位伯伯 李玉芬對不住了 請出示您的證件 我是陪李家的二少爺 李雲芬一起來了 就你還能認識我們 李氏集團的二少爺 別逗了 信不信有你 一會兒二少爺來了 你怠慢了他的貴賓 小心吃不了兜著子 甭管誰來了 沒有邀請函 一律不許進 讓開 李太太 今天重不重要的日子 怎麼還有人弄事 不知道從哪來的 非要說自己是二少爺的貴賓 你還真是陰魂不散啊 死皮賴臉 你要分場合吧 就是他 非要說自己是二少爺的貴賓 上次的事還沒找你算賬呢 沒想到你自己送上門來了啊 你動手之前 我勸你還是先考慮清楚 你得罪了我 就是得罪了李氏集團 到時候李家怪罪你表妹的話 我好惹 知道了 別說還越當真了 你是想做李太太想瘋了吧 勾引李萬良不成 還想勾引李家和少爺 李萬良那種貨色也就是你把他全 對了 我呢 不僅是李雲番的貴賓 還是他的 沒有分析 說不準咱倆之後還是著力的 我勸你最好這報心就此 越說越離譜了 我可沒聽說 李家和少爺有沒有分析 上次就老公說過 這次 在念他的念頭 還用這種 你真是打包天 誰不知道我們李家和少爺 在國外就休 就算是回來 也是商務洽談 我一個做嫂嫂的 都沒曾經過今天 更何況你一個老師 表妹別跟他廢話 今天把他交給我 我保證把他訓練得服服貼貼 光天畫日之下 你別動手不會 光天畫日怎麼了 這是我們立氏集團的地盤 我是李太太 我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最好你還是等二少爺來了之後 再出去 別聽他廢話 老哥我把他交給你 哼 我看這次還有誰能來救你 二少爺到 二少爺到 回來了 沒事吧 沒事 沒事 怎麼是你 你們認識 他就是上次英雄救美 冒充你懂了那個小子 林寶兒厲害 做戲做懸套 還請群演呢 放肆 敢對二少爺出言不信 我看你是活膩 知道站在你面前的這位是誰嗎 他是律師集團李萬娘的老 是律師集團李太太 冒充別人做做功課 不然容易撞在槍口上 大師的體會 我害不得利師集團 還沒打搞了 我倒是覺得這位利太太 跟你大哥倒是絕配 看來我不使用一點雷霆手段 你們不知道我的厲害 來人 那這兩個暗眼的人跟我親走 我看誰敢 你要不要給你們的力度打電 他確認一下 被弄巧成拙了 那我就讓你們死個名在裡頭 我給莫罵那個 這給我 這給我們 這給你 有話 是 不 這是 這些 這個 你們 那就 好像 re 生 在这对话随你见不见 就这样帮过他们 与其跟他们浪费时间 不如给那家少爷留个好运行 妈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的家 我来还需要跟你报备吗 不是的妈 我的意思是你今天跟我讲 好准备迎接你啊 听你这话的意思 你倒像是我们立家的画室人 妈 沈诺这不是想多孝敬你一下 好让你省心吗 让我省心 什么时候给我家生个大孙子 那才是真的让我省心 妈您放心 我跟万良一定早日跟你生个大胖孙子 这是我们立家掌权人的玉琢 是要传给立太太 谁要是拥有这个玉琢 就连立氏集团的元老们 看到啊 都得礼让三分 妈 您现在就给我 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孙子 到时候再给你 你这原事 别我呀 你就给你个孙子 你说什么 哦 妈 我说我会努力的 你这不是我家 万能不是你的妈吗 你爹不是把生回来了吗 你这操心呢 要是你妈偏心 给你爹在这 他还不是黄桂吗 对不他结婚 咱们的孩子都一查接一查 就算要毕业 他也是干了什么 万能啊 哎 你爹什么时候回来啊 他都好久没回来呀 唉会不会变呢 云帆刚才给我发消息 您在路上 我听云帆说 这次啊 他要带女朋友回来见你 这件事你们知道吗 什么 妈 你这就得好好管管云帆了 人都没回来怎么管啊 万能说的对了 咱们立刻什么伤的 云帆就算找女朋友 也得银行找你 然后才能进立家的门 这要是带一个心怀不轨 和咱们家的财产 有地位 这不是演了落实吗 你们这是关心你弟弟 还是担心云帆回来 跟你们扔家场啊 妈 你这不是说笑话吗 咱是一家人 我的自然是云帆的 他的还是他自己的 我这个当大哥的 总不能伸手要啊 是啊 万良说的对啊 我们也是为了 您的晚年生活 这要是没人好心的 您不也闹心了 你们说的也有道理 现在的小姑娘 不减脸得狠 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看到有钱的公子哥 就往身上扑 这几年云帆在外面 没有我在身边 免不了受到诱惑 要是带回来一个 门当户户队的 那还好 要是差得太远的 就甭想进我们 立家的门槛 妈 我回来了 我这宝贝来的 你可算回来呢 怎么又是你 怎么还有你 真巧啊 又见你了 这是我二弟 立人翻 大嫂 这回你该信了吧 刚刚是误会 是真误会啊 还是大嫂 想借着这个机会 给你的二弟立人翻一个像马杯 来表示自己才是立家的女主 你们 刚刚在误会之后 大嫂把我当外人 要让人把我往外赶 安保罪都叫过来了 有这种事 你是怎么给你二弟接封的 我一定好好给二弟赔罪 这位是 对了 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 林宝儿 小兔崽子 人家玩这开心了啊 不去坐这么远啊 妈妈 妈妈 小兔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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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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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子对我很重要 你不能拿走 你现在嫁给我儿子了 这东西就是我儿子 也就是我的 准确的来说 我现在是云番的 未婚妻 什么 啊 妈 您可坚决不能同意啊 您不知道 这个林宝儿 之前是匆匆的家庭教师 他勾引未良 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现在不知能用什么方法 就勾搭上了二弟 这种人进我们家的门 不知要出多少的乱子 为了云番 你得好好劝劝啊 什么 竟然有这种事 哎呀 你可不能被这种女人给骗呢 你刚回来 要什么样的 妈给你介绍 你要是喜欢她 晚晚 我不反对 毕竟能被我立家看上的 也算是她的荣幸 要是想把她取进家门 我坚决不同意 我坚决不同意 你不能听她的一面之词啊 她一口一口为我好 刚刚可是要置我于死地了呀 你说啥 何处东西 做事情 再也没有分寸 就别想继续在这家里带下去 还有童谣 你呢 年轻 你 Иван 走 打开 你真是 我不只想决定 太多了 哎 我掌 你不懂 好的 对 所以你呢 那我跟一帆的事情 有你说话的份吧 好了 妈 元帆 沈诺之前要是有做不对的地方 我替他向你们道歉 但是我相信沈诺也不是故意的 大哥 这几年真的辛苦你了 现在我回来了 接他的事情 我也可以帮你回忧了 一帆 林凡 我看这个家好像不太笨 竟然都知道我和宝儿的关系了 和他过不去 就是和我过不去 你这孩子 万都不问我一声 就把儿媳妇里回来了 我同意了吗 你是不是也得顾我这一关啊 是啊 林凡 婚姻这种大事嘛 肯定是要问过父母才能确定的 你啊 更何况像是我那么一家这样的家神 更需要 那大哥的婚姻也是父母之命 没说这样 那是自然 我问的是大哥的第二个 你什么意思 小三上位 难道也是父母之命 你 这样子 我现在还不是立家儿媳妇 你醒了呢 看看有没有这个资格 这就是你带回来的儿媳妇 妈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和他还没结婚呢 你对人来上家吧 这就是立家了 大家可知道了 林凡 你在这里好好陪您家一样 走 哎 亲爱这里不欢迎我们 我陪你一起走 林凡 林凡 妈 妈 你干嘛又打我 都是你的抄作 我狼我儿子能走吗 小说的不是林凡儿吗 你不敢打他 你又拿我再打起 我也不死后 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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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犯了 妈 林凡 别激动 您不是还有我在心里吗 不管以后云帆怎么对你啊 我呀 一如既往 全心全意的对你好 我放心吧 林凡你干嘛 林凡儿我听好了 我是挺喜欢你 他这不代表了 被随医症伤我的家人 林凡儿你要稳住 稳住 林凡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我对立事集团的贡献 你比女客和你嫂子加起来不动 他们两个 却以你出国进行为借口 都整立事集团 让你在立事集团 像个小偷母女了 对不起 宝儿 刚刚说我是太太 我不想失去你 所以 我特别希望你们这人家可以 你快回去吧 你这刚回国就陪我出来 你妈本来就不喜欢我 你要是再不回去的话 他对我的印象就更沉 回去是肯定要回去的 但也要带着你一起回去 买来喝水 买来去喝水 买来去喝水 哎呀你叫死丫头 这么烫的水不在我身上 你想烫死我呀 对不起买来 我不是故意的 孙女就是没用 端个水都端不好 还来成什么大事 过来 奶奶好好教教你 你妈妈没怎么教你 奶奶今天他们好就教教你 谁让你进来 刚刚思心又被打的时候 你躲起来不出声 我这刚一进来你就跑过来 看来 在你国后面前表达立场 你自己的亲女儿还重要 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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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别听她胡说八道 林宝儿 你还真不要脸 昨天没赶出去 今天又恬不正尺的回来了 是我让她回来的 妈 您不是极力反对吗 怎么又让她回来了 你没看到云帆的心灾在那儿吗 要是把她赶出去 云帆也不回家 怎么 难道你想让我们母子 刚见面又分开吗 妈 把她大嫂 帮我去给你见哪儿去 你以为你谁呀 你不要蹬鼻子上 Active 你看我这才走了几天 你把双香 WordPress交的 妈妈不报件了 我现在呢 要带ologies去补课 所以行李箱 准备拿 你帮我拿出去 走吧 妈 应该他那个德行 还让我给她拿行李 你就给她拿上去呗 难不成让给我给他来啊 你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和云帆在一起 他说你有什么关系吗 不行啊 你想用云帆来气我对不对 对你说的对 我就是利用云帆故意来气你 你明明答应我让我做立太太 但初二孩还把我赶出了一家 我只能不过云帆来报仿 反正我要做的是立太 无论是嫁给你们兄弟中的女个 都无所谓 你当真以为云帆会好好待你吗 那就错了 你什么意思 比云帆表面看上去没有再配 我可是他的大国 我比你更了解 从小到大 他可比我心里说话多 他不过就是利用 想让你给他生儿子 跑从我妈手拿到股份 他就能成为立氏集团的掌舵人 让你出来 我是心甘情愿为他利用 只是能让我一些好处 你放开 我一让我的未婚夫看到了 可就不好再跟你说一遍 为云帆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单纯 别到时候我都心甘的相处 不要让你提醒我 大哥 你要听影子吗 云帆 你终于来了 刚刚大哥他拉着我说 他说这个房子里啊 有很多禁忌 这么晚上出门啊 一定要小心一点 禁忌 我住了这么多年 我怎么不知道 别办 你在外面这么长时间 家里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为了安全好一点 既可信私有 不可信心无法 没关系 有我在 广而不会有事 走 走大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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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早 十二点才起来 太没礼貌了 还让他等你 不用等我吃饭 你们先吃就好 等你吃饭 你好大的排面啊 我们在等你做饭 等我做饭 你可可声声说 喜欢云帆 你不得做些事情 表表真心 不让我们怎么知道 你是真心 还是耳心 可是云帆说 让我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就好 什么时候说的 我可不知道 不见的话 你可以去问他 公司在海城有个项目 我让老大和老二去考察了 十天半月是回不来的 什么 趁着这十天半月的时间 我就好好的教教你 另一家的规矩 不用找了 你的手机 我已经让佣人收起来了 妈教规矩 都是封闭事情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是打算趁云帆不在 不一直陌生 随着你 如果你想走也可以 但是踏出这个门 就别想再回来 不要以为云帆撑着你 我就怕你 要是云帆再帮你说话 我就让云帆 跪出我们立家 宝尔老师 我觉得你应该坚持不下来 要不还是头相算了 天下那么多男人 隔壁天下云帆不放了 沈诺这是故意连和秦苏梅 把另一番追走 请给我来点家法 我要是耍巷子走 这立家都落在她手里 好啊 不就是演苦情戏吗 我敢你 你们敢接吗 大嫂放心吧 我不会让妈失望的 这话不要说得太早 我们立家 尤其是一日三餐 妈的饭还格外的较久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大嫂应该 你刚过门不久 我虽然刚过门不久 但是比起你八字没一撇 我名正言算多了 但是要学规矩的话 也应该是大嫂先学 我们家有你一个人就够 有一个确实够了 但是那个人是为什么 因为 还愿意 还是个男孩 男孩 这是真的吗 医生说的话 大概率是真的吧 妈 你别听当胡说 他不过是想逃脱学家吧 等着一番回来 帮他说话而已 这个是江城第一人民医院的化验单 应该是真的吧 要是你们不信的话 可以去调查 我相信这个江城第一人民医院 应该没有胆量 来骗立家 第一人民医院 肯定是真的 大嫂 你说我学规矩的话 倒是没事 就是怕这学规矩的过程中 又是遇到什么磕磕 放放 我倒是没事 要是我肚子里的孩子出了什么闪失 可就不好 你就是人照顾 宝儿的女士起居 凭什么我呀 家里不是有用呢 怎么 啊我的话不好使吗 有本事你就还个孙子啊 我亲自照顾你都行 没本事就给我闭嘴 老老实实的干活 大嫂在找什么呢 我看你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我看都挺齐全的 有谁叫我 你先来 那个报告单是真的 没错 我早人确认过了 他没有做任何手续 这个灵魂 还真不激 刚被我赶出去没多久 就认识了丽云芬 这个丽云芬曾认识几天 就把她迷得五一三到 现在还活了孩子 我总感觉 她是痛着力下来 难不成她是林平的孩子 林平那个 不是个儿子吗 再说早就掉下悬崖 摔死了 是 但我总感觉这个林宝儿 好像在那见过 你去帮我查一下 我敢肯定 她接近利益 一定有问题 好的 我让你弄的东西弄到了 确定吗 我们这么直接的下药 会不会对我们威胁 威胁 你等那个林宝儿 把孩子生下来 那才叫真的威胁 再这样下去 她手里的股份 早晚会落到那个狐狸精手里 这什么让我给你煮个大补汤 大嫂给我的 该不会是剁胎药吧 当然不是 家里这么多层眼睛盯着你 我有这个心 也没这个机会啊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休息了 就算是堕胎药又何妨 是 你要是不害我 我还找不到机会除掉你呢 没想到 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宝儿老师 最近感觉身体怎么样 身体 感觉好多了 多亏了大嫂的糖药 你给我那个药 到底有没有作用 当然有了 那可是我托人农男的猛药 那狐狸精喝了那么多天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该不会是 她做了什么手脚吧 不可能 药都是我亲自盯着她喝的 赵医生 那些药 我喝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些药对孕妇没有任何的影响 就是正常的补药 什么 她既然没有在汤药上做手脚 那就是在别的地方搞鬼 宝儿 看这是人家传的孕 妈 把它给你 妈 您这是干嘛呀 我已经同意宝儿和云帆的婚事了 等云帆回来 马上就报婚礼 妈 这个玉镯 妈说这个玉镯有祥瑞 能够保佑丽家的孙子 顺利生产 就送给我了 妈您这不是偏心吗 我怀孕的时候 你也没说送给我呀 还不是怪你自己肚子不争气 还了个孙女 女孩命剑啊 用不着祖传的玉镯庇佑 我看了你都要救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回到你身边好不好 李总 你不是跟云帆离开家什么呢 我提前回来 就是没有告诉你 你真是 在哪里 没有办法认识 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我跟云席是有办法 所以 我要把你抢回来 你送你放开我 你很怀孕了 你都能逗我的 怎样 这可是立家的孙子 立家的 你这么乱来的话 孩子会放不住的 你这立家的孩子 又不是我的孩子 你怎么知道 不信你的呢 你怎么知道 你死了 是孩子是你 你信我的对不对 不可能 你大概认识了多久 怎么可能这么快 就害上他的孩子 你是现在对不上 是吗 是真的 你为什么怎么死 你信你 和我信心 我赶紧把这个消息 告诉我妈去 不行 为什么 你都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难道你还要跟云帆在一起吗 你现在 能让我做立太太吗 沈诺有了你那么多的把评 在你找不到这些 沈诺一定会刺激报告你的 到时候 不光我做不成立太太 你立足的位置 也会拱手让给云帝云帆的 云帆什么都没做 就做受云翁之用 不成 不成 要让我天天看着你跟云帆 在我面前 宣爱吗 所以你就要想办法 给你解决得掉沈诺 你要干什么 别的男人再休息 睡吧 一年 我就知道 你是个靠不住的东西 还好我在车上装用监控 不然我还没有这么一个的睡 这段时间 真是感谢大嫂一直照顾我了 弟妹何必这么见外呢 我照顾你 就是照顾立家的孙子 也是照顾我老公 立万良的儿子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肯定知道 但是不知道别人知道了 会怎么想 我不知道大嫂在说什么 我在立万良的车里 装了监控 本来 是想防她沾话惹草 没想到 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你说 秦宋明要是知道自己转妻子 是这样的人 她会怎么想 立万良要是知道自己老婆 她又会怎么想 我之所以那么说 是因为不想让立万良欺望 立万良会理解我的 是 她为了你 都可以跟秦宋明翻脸 你说什么 她当然信什么 当然 你也可以去医院 做亲子监定 别的立万真给你 孩子到底是谁 我不需要 是不需要 还是快去了医院 发现讲话不明的事情 喝了那么多天的猛药 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怀孕 你是不是让你的老情人 刘达给骗了呀 他给你的 可是正儿八经的 安排药 你不会蠢到以为 不会在汤里下药吧 那都是老太婆亲自安排的 我可不敢乱来 但是 这些菜就不一定了 这些菜和你的汤药 都是相克的 单看没什么 但是 放在一起 就不一定了 你 没想到吧 你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对 我确实没有怀孕 那张化验单 也是我找人开的 既然这样 那就不用我动手了吧 收拾东西 滚吧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明的手段啊 你不会以为 就用这些事情 就能把我赶出丽家吧 这些事情 足够让你死无全尸 是吗 我假怀孕的事 都能让我死无全尸 那万一 丽聪 不是丽万良的亲身呢 你说你的下场 会怎么样 你 你现在开始乱咬人了是吧 那大嫂 又不要让我 给你看一下证据 本来我不想说的 是因为心疼匆匆 怕万一这件事情 传出去的话 会对他幼小的心灵 产生不好的灰烈 但是你如果执意 要阻拦我家的第一番的话 你别怪我客气 你血口坑人 丽聪 是红绿色盲吧 据我所知 红绿色盲可是遗传的 你和丽万良 视力都正常的话 丽聪怎么可能 会是红绿色盲 因为他的生父刘达 就是红绿色盲 你 怎么 还让我继续说下去呢 刚刚你叫我过来 说有话要说 说什么呀 您不是过两天生日吗 我是想问问您的想法 我的想法 就是希望我的大孙子 能够顺顺利利的降生 听到了吗 大嫂 妈想让我的孩子 神神利利的出生 知道了 我会好好地继续照顾弟妹的 你怎么进来了 不是答应了我 跟我们报报报我们的关系吗 我只答应不报报我们的关系 可没有说 不私下来信吗 一会云章河就来了 他发现了就不太好 那又怎样 他明天的航班 今天晚上 都可能回来的 火儿 回来了 是特地来迎接我的吗 当然不是 那就是 屋里藏人吗 猜对了 那你猜猜看 他藏的量 这个房间里 浴室 最舍得潮人吗 聪明 不愧是 力士集团 未来的接班人 那既然你猜出来了 去把他揪出来吧 那都没意思啊 那在里面待着吧 那在里面 看着我们造成一样的 憋不住了 他再也会出来 说说呀 当然是一时的生气 看来刺激不够啊 我可要加把劲 昨天晚上是不是故意的 昨天晚上 我要是不那么做的话 你现在还能安生的 站在这里 好 只要你点头 我就能让你原班 彻底的消失 果然是无奴不正 狠起来 自己的亲生弟弟 都要处理 他毕竟是我亲弟弟 我不可能对他下厮生 只不过换个方法而已 我可以让他在 力士集团 毫无力阻止地 力士集团 拥护力云翻的人可不少 你就这么有把握 力士集团 不过就是一个空格 他就算得到了 也不可能成功 那沈诺 我已经翻都不在了 沈诺一个人 没有什么好怕的 怪不得 我是要看集团账目 那个负责人 百般总都不让我看 原来我哥 没有想要做那么废位 他能把力士集团 洗牌成力士集团 就说明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为什么你对立马良和林家的事情 这么清楚 新闻报纸上 不都这么说吗 你很少回国 可能不太清楚 还是谢谢你 及时告诉我这个消息 那你打算 怎么应对呢 我这不是刚回来吗 还没有给我哥一样鲜案呢 不如趁此机会 给他一个大理 你不是去陪李松上课了吧 大嫂 你是不是组作房间啊 小叔 我是专门来找你 有什么事情去大厅讲 这里大哥看到会误会 我跟你谈的事情 在客厅谈不了 可能就这 大嫂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我是不会做关于 对我洗凌宝人事 你对他倒是挺知情的 但他对你 可不一定这么专业哦 这种话你说了不止一次了 如果你再敢在我面前 说关于迪毁李宝儿的事 当心我跟你翻脸 看见这种 李宝儿 这个背叛我 西娇地皮的拍卖会 难道这就是他回来动物的 说 你走了怎么回事 这都是李宝良会接我的 他说如果我不答应他的话 他就把我们两个事情都告诉你 我怕你生气 我没有办法再答应他的 这么说 你们很早之前又认识 也是李宝良强迫我的 我从来没有对他动过心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是什么 就是背叛我的人 我也不忍心这么对你 但是 我不能接受你跟我哥之前的事情 没办法 我们是亲兄弟 我不能对他下手 只能对不起你 别怕 别怕 你不能这样对我 明宝儿在哪儿我要去救他 你脑子清醒一点 我清醒莫美豪 你去看看 他已经死了死透了 那你为什么不救他 我为什么要救他 我自己不要命 而且 往家跟着没想救你 你的心可真狠啊 我有你狠 为了钱 用心灾害自己平均一家 我跟你结婚才多久 就搁搭上别人的女人 还当着我的面 你要是想救他 我倒是有个方法 什么方法 拿下新交地区这块地 把令芳快离死在酒店 西角 那不是一块废地吗 令芳要这块地干嘛 江城新区开发的消息 你难道没有听说呢 所以这块地就是 令芳在国外那么多年 怎么突然回来了 而且一向对公司不问国外 突然要查公司的资金 如果他要是拿下了这块地 刚好要是江城新区新开发的位置 你就别想在他面前 排挤头 大哥 你们怎么来了 怎么 你能来 我们就不能来吗 小叔 这么久没回国 一回来就只问这块废弃的方币 能不能所有内部消息瞒着我们 把我们当外卫 我能有什么内部消息啊 如果没有内部消息 那为什么把公司的股权都放下来 历史集团一直是哥哥和嫂子们的心血 我不能抢 也不应该抢 所以说我想推出集团 自己搞点事情 看来我的好弟弟 等看中西块地 那就希望一会儿 哥哥和嫂子能使下留情了 既然小叔这么想要 那我们就得好好的帮助一下他了 下面开始拍卖西郊地皮 起拍价两亿 二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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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这样子赖的呀 一上来就抬高了十倍 真的 那可是历史集团 历总和历太太 跟我们这些小虾里口 历史集团 这么大个集团 还在过西郊这块地 说不定呀 有什么内容 我也争取一下 二十五亿 二十五亿一次 三十亿 五十亿 五十亿 你刚刚不是要帮我吗 我这不正是在帮你吗 你我兄弟二人 这么长时间没有见 我这个当大哥的 也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 等我拍下这块地 然后再送给你 怎么样 不必 七十亿 一百亿 一百亿 小叔 这块地怎么都是我们历史集团的 至于是你的还是我们的 有区别吗 你这样故意网上抬价 不是白白给别人送钱吗 你们既然不想送 我就不要合不合 一百五十亿 你哪拿那么多钱 要是拍下来拿不出资金 是会进行业黑名单的 这就不劳大嫂费钱了 三百亿 疯了吗 三百亿一次 我不想跟他放飞时间了 赶紧结束这场当局吧 三百亿三次 成交 恭喜地总获得西郊地皮 本次拍卖会到此结束 那就恭喜大哥了 还得感谢你啊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这么轻易得到这块地 这样吧 一会儿啊 我设宴还带一下我这个好地点 不必了大哥 我一会儿有约了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真太可惜了 你刚刚送过一场大戏 可惜你没看到 嗯 你怎么知道 那我应该在哪呢 你不是已经 已经什么 什么 你让我去散佑沈诺 不行不行 这也不可以 要不然 你怎么把假消息 放给立万良呢 他们两口子这么坚慌 你直接告诉他们 他们是不会相信的 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 成大事是吧 不拘小结 就算 我愿意牺牲 那沈诺得上钩才行啊 我和立万良不是一个类型的 他不会对我感兴趣 沈诺喜欢的 不是立万良 而是能让他成为立太太的人 你现在呢 有这个能力 他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你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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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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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说了 你不担心 你不用说了 这些我都知道 知道什么 之前我承认人不在江城 但不代表着我 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之前沈诺和立万良这样的对异 我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我把你衣服能搅上放手 好的 我的衬衫 就麻烦 帮我洗一下了 我寻找人 你不是去陪立松上课了吧 还没走啊 大嫂 老二 你这个背叛我 那就不打扰大哥和大嫂了 我们一会还要去办理 dp 转门交接手续 走吧 厉总 我们已经收到您三百亿的支票 现在西郊地皮的所有权 已经是您的了 林帆 谁让你进来的 这就换一个不问 谁让你进来的 我是历史集团的董事长 我进来还需要问谁吗 历史集团的董事长 那是曾经 现代的董事长 是我 历史集团董事长李万良利用职务之变 私自能用公司分开 这么大的窟窿 大哥 你怎么 我填不上这个洞 你就能填上 他没有 但是我有 好大的口气啊 你当历史集团是什么小作坊吗 你什么身家 就能填这个窟窿 我本来没有的 不过刚刚他给我了 所以现在就有了 你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啊 西郊那块地 本来就是我家的主宅 大哥不惜花重金把他拍下 如今我手中的这三百亿 够不够填下历史集团 这个窟窿的 好啊 历万良 你哥哥走往外拐 你对这个小狐狸精 还是不是让我断私连 你背着我偷情就算了 现在还把全部身家都给他 这不还得感谢你呢 感谢我什么 要不是你对云帆有色心 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更不会把这件事情 告诉历万良 不然我们也得不到这一次 好啊 我是因为你这个贱人 历万良 李宝儿怀了你的儿子 你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吧 你少在正义胡说 你疯了 你少在正义胡说八道 怎么 害怕了 怕什么 他另一番知道 他老婆怀的是你的孩子 就保不住了 还是怕自己的心上人 有危险 李宝良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还是个痴情种吧 但是可惜了 你把别人捧在手上 别人却没把你放在心上 抱歉 我跟历万良的事情 云帆早就知道了 本来我就不是心甘情愿的 是他历万良威胁我的 我跟他说孩子是他的 也是在骗他 为了让他把他欠了 都毁了 所以这一切你都是骗我的 没错 为什么 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 历万良我告诉你 我念在你是我大哥的份上 只要你滚出历史记凡 对你记忽不咬 如果你还在这里撒野 对林宝儿动手的话 知情的事情 加倍奉还 别人 把李宛良带出去 李云帆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让你经验都成 你没事吧 所以 孩子真的是李宛良 连你也不相信我吗 我只是没见过 我哥竟然对哪个女人 这么有限过 这么晚了 你是不是该回去了呀 万一李万良这来了 又该找你场 李万良现在一无所有 我也没什么怕他 再说了 我现在回去也是一团糟 不然躲出来进去 丛丛自己在家呢 万一他们愿意 丛丛怎么办 他又不知道丛丛不是他的孩子 他再怎么着 也不可能拿丛丛出气 我不是担心李万良 我是担心那个林宝儿 这个你放心 林宝儿对丛丛还是很好的 而且 他早就知道 丛丛不是李万良的孩子 不也没让这件事情入行吗 对 李万良现在生无分文 你会不会说到兄弟 李万良 我早就料到这一天了 你以为他真的有森林 西教的那块地皮 不是已经成交了吗 那么大笔资金 哪有那么宽 等银行查到的时候 被发现是一张空投支票 林宝儿和丛丛丛 想拿这件事情 对付李万良我不管 但是想清廉到我 他们想这么猛 还是我宝贝显得之群 谁啊 你们干嘛 你们怎么回事 刘达向我们的主债 行天到日子 这拿钱还 还是拿命还 闪动 救我呀 大哥 有话好好说 我替他还了 他欠你们多少钱 两千万 怎么会欠这么多钱 都是他们收集 你占我了 哎 话可不能这么说 当时在堵桌上可是白纸黑字 你主动问我们接的 怎么你现在是想来这 你们放了他 我替他好钱 爽快 拿来 我现在身上还没有 我要回去拿 我看你是想跑吧 他还在这呢 我怎么可能跑啊 去吧 你 你可一定要回来救我呀 什么 好吧 发生什么事了 三百亿 是空中指标 根本没办法屁线 难道是力万零 体现都算了 也有可能 你是神落在那边投稿 李玉帆 你给我滚蛋 你给我滚蛋 都是鞭子 你在这里发什么酒疯啊 都是鞭子 都是鞭子 妈 我没人骗了 三百亿 全没了 什么 谁敢骗我儿子 是要小心购物子的吗 给妈说 是谁 还能是谁 你的好儿子 李玉帆 大声林宝儿 他们合伙 把我所有的 剪刀片头 还把我 和卫生集团 赶出去了 你媳妇说对了 林宝儿 就不是什么擅长 云康回来以后 被他说死 坑了自己人 这以后啊 还不能把我们赶出那家 还好 我留了一手 妈 你刚刚说什么 只子冒入我 我就知道啊 你迟早就会被女人给骗的 当年 我就拿了我们律师集团 最高的股份 现在律师集团 还是我们的 妈 你赶紧呢 你赶紧把所有的钱 都转给我 转给你 又被骗没了 你让我们全家 露宿街头和街北风啊 妈 我已经吃过一次亏了 我不会再吃第二次 我看你骗了吧 我儿子都被你骗成这样 还好一直都回来 我这边有一个消息 你听完之后再动手也不迟 什么消息 立万两 你觉得是我骗人 但是实际上骗你的人是沈诺 不沈诺 不可能 那三百亿 摆明了就是一个空头支票 能把这个支票取出来的人 你觉得除了他还能有谁 我不信 不可能 我说丈夫 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大爱我 如果立从不是你的孩子 如果立从不是你的孩子 你放屁 立云范他是怎么知道 立从是无辜的 如果这件事被立家的人知道了 他们不会善罪立从 你们整天都只是想要孙子 有真正的把立从放在眼里过吗 有真正的爱惜过他 疼惜过他 立万两 你根本就不配做立从的父亲 那么立从也只是沈诺自己的孩子 妈 儿媳妇靠得住靠不住的 这个不清楚 但是这孙子可是你自己的 这可是立家 这是朋友 万年啊 股票在妈手里 你就不用担心 被外人把我们的股票抢走了 有妈在 妈不会让你受苦的 妈 你怎么又三年两年 要被他骗了呢 事情不是已经血路石出了吗 现在你的人是沈诺 你看 到几点呢 他还没回家 肯定是卷的钱跑了 你还好意思回来 你放了 你敢跟妈动手 我谢你们天亮之前搬出去 我谢你们天亮之前搬出去 这你是我家 凭什么让我们搬出去 以前是 现在不是 你什么意思 你儿子已经把房子抵押了 我把房子买了下来 现在 我是这里的女主人 房子被你买下来了 顾真 那三百亿 就是被你给弄走 不也没有用 你和立万良 可是夫妻 就算你把房子买下来了 也是你们两个的夫妻共同财产 再说了 婆婆和云帆 都是你的亲人 你也没有资格把他们赶走 你可能不知道吧 立万良为了独疼家产 已经够了 你这不就算计好了 对不对 所以才跟我产了一婚 等的就是今天 没错 男人是靠不住的 与其一父男人 不如靠自己 好狠的是吧 你不是想做丽太太吗 我把位置让给你 现在 你想带个丽云峰 还是丽万良 都可以 或者 他们俩兄弟 你应该很愿意吧 你 如果你愿意留下来 我可以给你一个 丽万 我可以给你一个 丽万 你比你那个废物哥哥强多了 如果你愿意留下来 我可以给你家人一个安身之处 如果你能让我开心 我还可以给你家人每个月留花钱 怎么样 你们 你们那点钱 我们根本就不稀罕 你自己留着养老 允烦 你们走 你们走吧 我留下来 允烦 只是在开玩笑 这种事情怎么能开玩笑 你不是说过 医生一世只爱我一个人的吗 那是以前 人都是会变 你这个没人认识的 他都这么善计我们了 你还受他蛊惑 你现在该看清楚 跟元帆他是一个水样的人了吧 元帆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当真是要留下来 非常 当真 你 这是个什么鬼地方 这怎么住人呢 妈 你就别抱怨了 咱们现在啊 有住的地方就不错了 万能了 要不你去求求你媳妇 跟他说说 让我们帮回去 这地方啊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还求他 他都帮咱们演演就完了 怎么可能让我们回去 要不说呀 还不如 让梅宝儿去求一张一般 宝儿 你告诉婆婆 这是不是你和云帆的劲吗 是为了把我们宁家的财产 从沈乐的手里骗死我 宝儿 要不你去求求云帆 让他呀 给我找个像样的地方 行不行啊 妈 我想把孩子打理 什么 你要打了 哎呀 你可是断断我们宁家的货吧 哎呀 这可不行啊 妈 云帆都已经抛弃我离开了 我把这个孩子再生下来 我就受罪了 哎呀 不行 管了我们宁家的骨肉 这就是宁家的人了 我说不行啊 就不行 妈 我看你啊 还是早点看清现实 我室里有烈氏集团的骨分 我把它全都给你 就能保住我的大身份 我把这个 têm了 不行啊 妈 咱们就剩这么点骨分啊 你要是才给外人的话 就坚持分不了身啊 妈 大哥说的对啊 你们还得靠着这些股份 我们正历史集团呢 这个 不能叫 哎呀 那点股份啊 算不了什么 再说了 你知道 你知道我们丽家的孙子这些股份都是给孙子的 你也就是替他保保而已了 这下你就放心了 你就安安心心的给我们丽家生孙子吧 哎呀谢谢妈了 我的股份都已经转给你了 又不你帮我求求云帆 让他想想办法把我们弄回去吧 这地方啊你养胎我也不放心啊 仙宿美 你就这么想要孙子吗 如果我这一胎怀的不是男孩 你是不是就让我打掉 然后让我不停地怀孕怀孕 直到怀上男孩 你是谁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我是谁 不能是谁 我不是您的儿媳妇吗 你 你该不会骗我吧 你不是想求你儿子吗 那你当面去吧 那就在外面 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啊 不过现在 你没有住的地方 已经很错了 怎么是你 云帆呢 当然叫他该的的 云 你们把云帆怎么啦 还是你懂丽家的人 不费吃亏之力 就把丽家所有的股份都搞到了手 可怜的丽云帆对你一线真心 来配合你演戏 但他忘了没想到自己竟然也是一名妻子 我跟丽家的仇不够问题 单单看了看我都觉得恶心 怎么给你唱了他 你们两个 你们三百步 要不是李宝儿帮我 我还拿不到你 我算是看清了 比起你们男人 还是你那个 我儿子对你不饱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为什么 你自己不清楚吗 你天天孙子孙子孙子的 自从我嫁给了丽云娘 你给过我好脸吗 他好意思说带我不饱 当时 要不是我帮你 你就没有机会避开你瓶子 我儿子再也洗 丽云那个废物 要是没有你帮我 我也来信心死掉 还好有林宝儿帮我 不然 我还不知道要在你家 受多少的气 所以 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 是谁 你为什么要至于 我们可以加约此地呢 丽云梁 看来你做的罪啊 实在是太多了 我都已经回来这么久了 你还认不出来我是谁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 给你个提示 他刚刚说的话 我看着他死了 你说什么 难道你不是林宝儿帮 什么 不可能 连梦不是水深悬崖 死了 不可能 你能看看这个伤花 眼神吗 救命啊 救命啊 爸爸 怎么可能 你能看看这个伤花 只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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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一路 整人杀了 你把我推下去了 我是我的种植 为了护灭 我只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当初我还没有想着对 我只想救你 没想到你们这些人 竟然连一点人性都没有 你为什么告诉我 沈诺 你真的觉得我是在帮你吗 不够呢 如果不是你 我也收集不到栗文良 这么多的犯罪证据 不行 在前面说好我们的 还讲到八号万两 神诺 不能见死不救啊 这一劲 都双两个一起做了 你不要血口坏人 证据都指向母公才害命 跟我一点东西 你不怕要等他再救你 他自己都自身难保 神诺 你不会真以为 你会逃过这一切吗 没有证据 小心我告你诽谤 我是没有证据 但是刘达有了 你们还不知道吧 立宗不是立万洋的亲戚 刘达 也不是沈诺的哥哥 而是他的立下情人 我 我 都是你 要不是你 我们怎么才能变成这个样子 你不要被他骗了 你准几天还不找记性吗 刘达欠了赌债 他一直搞不定 没想到你 只能一起看 我听他完了这种 我这个钱还在赌制 买了你不少匿名 你们几个人的病 都换归我妈的路 让你们只是得到法律的制裁 真的是便宜你 博儿 你没事吧 刚发生什么事了 有啥 我才碰我 妈 我本来是按照计划 在家里等你消息 可没想到 沈诺今天陷害我 把我迷晕捆在浴室里面了 还好我记得赶到我 沈诺她建材起义 想独吞所有的钱 所以才计划了这一切 太抱歉了 抓了你 李完良做这么多坏事 实在最有名德 可惜 那沈诺跑了 警察一定会抓到她 你和妈没事就好 云范 你先去忙公司的是吧 妈这里我来照顾就好 好 你怎么起来的 不要喊 不然我就一刀杀了你 你想干什么 我想要回我失去的一切 不要跑 你要是跑 我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丽云帆 你说 他要是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是他的侄女 他会怎么行 你要的钱 就算我给你了 外面都在通心里面都化不了 逃不 我逃不逃得了 是我们的事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 这个场景熟悉吗 你之前跟丽云官就是在这跟我演戏 这次不用 我要来之 一定要选择这个地方就要来 那不得感谢你吗 这个地方是也好 没有什么人 就算有什么动静 也没人发信 等会儿丽云帆来了 你也别想搞什么小动 陈诺 放你玩 来的还挺快啊 看来 对你还挺真心的 你放下 我劝你赶紧出手做起来 这么 那如果警察来了 那如果警察来了 我就跟你的心上人一起葬生活 喊 不 劝你不要乱了 只要你不乱了 我就不用 我要东西带了吗 按照你 在国外开个帐篷 三百亿全在里面 还有你要的微信电话 记住了 犯法 还要 不错 你把这个东西给我了 按历史记 就是一个空 躲在了 放 零宝儿 零宝儿 又是零宝儿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 对他那么知己 我真的搞不懂 你说 他们要是知道 你不真实身份 对你的爱 还会一成大 你看 是 我是答应了你 我不说 但是 我是一个没有信任的人 你爱他吗 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 做了什么样的事 我都会爱你 是 那你知不知道 他是你的成人嫂子 明评的女 你还爱你 那你知不知道 他接近你 就是为了利用你 因为你的哥哥 害死了他的妈妈 另一次 把他折磨死了 你以为 他真的怀了你的孩子 他可是你的侄子 怎么可能怀你的孩子 他说的是真的 我在问他 他说的是真的 云梵 爱自己的侄子 爱了那么久 有没有感觉很恶心啊 况且 他想把你们全家都送进去 你以为 把你捆在浴室的是我 其实 都是他的主意 把我解决了 下一个目标 就是你 我们才是同一个战线的 我们一起去国外 我们那么多钱 生活 就有多好 有多好 就 烧了 我们的命 像为人 你怎么报警 别走啊 你干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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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儿老师 今天应该带我去野营了 对不起啊 松松 白儿老师今天呢 有几场重要的会议要开 就没有时间陪松松了 嗯 这样 松松今天呢 先在家里陪奶奶 等我忙完这一阵 就带松松去海调 真的吗 嗯 太好了 挺着 老太太又绝食了 不吃饭 怎么 又闹脾气了 你不吃饭 身体会垮掉的 你会让已经这么早死了 你得看着 看着我们刘江再一次去 他要是不想吃的话 就先别想过他了 那要是后了的话 自然会吃的 好的 林长 两年了 历史集团已经彻底倒台 立万良和沈若也都枪举 我也算是大仇得报了 可是为什么 我心里还是觉得 有什么东西没有放下 是因为 你还没有放下他吗 你们哪里就是 你们问你 没啥 我已经熄灭了 现场只发现一个昏迷的女子 只有一个人吗 不应该有两个人吗 我们已经清过现场 确实是发现一个 那 这不可能 你先别移动 有个人他自己先 自己走了 再或者说 我再再爆炸一瞬间就 如果你死了 为什么现场一点痕戒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还哄着 你去哪里 会回来整我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咦他为了我们先到永总吧 一年约好的几个合作方 见面都取消了 为什么 那名姓刘的海外不伤 一直来的江川 他们听到了消息 都抢着和那位刘总见面去了 你是谁 谁让你进来了 林总你好 我叫刘畅 林总你好 我叫刘畅 我跟您应该没有工作审议 你知道江城有多少企业 想跟我谈合作吗 我通通都没去 林克是第一家 你就是那个海外富商刘总 不 刘总是我爸 我是他儿子 你们可以叫我小刘总 不好意思小刘总 刚才不知道您的身份 带着 去给刘总冲一杯咖啡 好的 在我的咖啡里面 加一块芝士 要不要喝杯咖啡 可以在里面加点芝士吗 你也喜欢咖啡的那家芝士 还有谁会写 曾经的一个 朋友 但我有机会 一定要跟你这位朋友见一下 林范对不住了 云帆 小刘总 也喜欢在咖啡里面加吃 事 还有谁会喜欢吗 曾经有一个朋友 那有机会 我肯定要跟这位朋友 好好认识 不可能 这不是丽云帆的脸 可天底下 哪有这么多凑巧的事情 竟然也有人喜欢喝咖啡 加芝士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小刘总为什么要选择 先跟我们林克合作 我眼光比较高 谈合作 肯定要跟江城最大的企业合作 我看不上那些小鱼小虾米 我想 你们也应该很想跟我合作吧 那不知道刘总 看上了我们林克的什么呢 西娇的那块地 西娇 那只是一块废弃的荒地 没有什么开发利用的价值的 既然对你们林克集团 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卖给我 你们也没什么损失啊 我可以出高价 三百亿 三百亿 他好像知道 以前历史集团的事情 当然 你们也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这是我的名片 想好了 随时打给我 林总 这三百亿 刚好能解决咱们林克集团的资金周转难题 您为什么不答应呢 不行 你先帮我调查 这个小鱼 是什么 老太太 今天怎么样了 老太太挺高兴的 坐在轮椅上吃苹果 边吃边笑呢 怎么突然准兴了 没有上面大发眼的 还知道十点十了 下午你朋友来过之后 就这么高兴呢 朋友 什么朋友 下午的时候 一位西装格女的先生 拿着礼品来看望老太太 说是您的朋友 老太太刚刚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说 不过老太太见了她 却非常的开心 像是见了自己亲儿子一样 什么 难道立与范 真的没有死 喂 上次让你帮我调查 那个小刘总 有消息了吗 是的 这位小刘总 确实是海外富商 刘正龙的儿子 但这个儿子 是刘正龙前两年 回国寻亲的时候 在国内想问的 并不是刘正龙 从小养得大的 两年钱 没错 据说这位富商 在国内之前 结过一次 一分后 独自一人前往海外 并不知道 当时的妻子已经怀孕 所以说 这个小刘总 就是刘正龙前妻的孩子 是的 刘正龙特别喜欢这个儿子 正因如此 才选择在国内定居 找人帮我继续盯着 这个小刘总 有什么消息 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明白 请问是小刘总的 是我 你是林宝儿 您之前是说 想要西郊的那块地 没错 那我们一会儿西郊见 一起谈一下 关于西郊那块地的事情 我们在江城 也住了有些日子了 我也休息了这么久了 你什么时候 能带我 去你妈妈的坟地上 看一看 这么多年 你妈和你过来也不容易 要不是上次从国外出回来 我还不知道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对不起她 想早点跟她说声对不起 不然 我的心里一直很难过 爸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等我爸妈报了仇 我就带你去祭拜她 这也是当年我离开江城的时候 对我妈做出的承诺 你说的那个林克集团 老板 林宝儿 用手段 把林氏集团 洗牌撑到她的公司 你想要报仇 不就是想搞垮林克集团吗 我在江城 也算是游戏人蠻 只要我出手 相信林克集团 也会盯不到多久的 我说了 我会自己动手 好吧 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 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的 爸 你最近也太偏心了吧 好好的放着个外部呆 偏偏来到江城这个小地方 这江城怎么是小地方了 你爸我就是江城人 我看啊 您现在就是被那个刘成 给蒙蔽了双眼 他说什么 你就答应什么 这么洗脸 我感觉亏欠哪都太多 我想弥补一下 你们还有意见吗 爸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弥补也可以啊 我总觉得吧 我这个大哥啊 有问题 姐 你也觉察出来了 这先说长相吧 长得也不像咱们爸 这性格呢 更是跟我们刘家 八根的打仗一头 这再说了 哪有亲生爸爸一回来 这儿子啊 就自己上门的 这一切啊 会不会也太巧了 你们两个 不许在外面前 质疑刘畅的身份 不好意思 既然两年了 弟弟妹妹对我还有顾虑 那不如 我们就去做一个 亲子鉴定吧 畅儿 这些你都听到了 品源和刘冲 不是这个意思 我既然认定 你是我的爱主 我就不会有任何怀疑 做亲子鉴定 只会伤害 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 品源跟刘冲的 顾虑没有错 如果不做一个 亲子鉴定 反而伤害了 我跟弟弟妹妹之间的 兄弟情谊 这样吧 我刚好呢 认识一个医生 明天啊 我就让他们来这里 给你们取药 没有问题 谢谢你啊 小刘总 考虑得怎么样了 要不要把那块地 卖给我 李云范 你费了这么大的周章回来 想要的不会只有这一块地吧 李云范 是哪个月 你透露了这么多的信息给我 不就想让我猜出了你是谁 我现在已经猜出来了 你怎么不敢承认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家里可是有监控 你打着我朋友的名义 去见了秦苏 他一个躺在床上 整天寻死 密活 半瘫的人 怎么见了你之后 就突然变了 就连变形都好了 他见到的这个人 要么 是个神明 要么 就是他的志气 再说了 怎么会有合作方 先去看对方的家人呢 没错 我 就是李云范 你没有死 我非但没有死 我还活得好好的 你还在恨我吗 我恨 相反 我还特别感谢你 跟你说什么 要不是冒充你 我怎么能变成 刘正明的人 感谢你让我看清了 周围人的真实面孔 所以这 不 不 我是真的想要这块地 我要开发一个目的 把我所有最爱的人 都葬在你 你也是我曾经爱过的人 要不要享受一下 第一个住住这里的感觉 李云范 你放开我 你别乱来 把我搞得家破神王 难道就没有想到 我会回来报仇零天吗 家破人 我不是因为我 是你们全家人 旧有自权 历史 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是你 哥 女爸 还有沈诺 一起联合起来 戒害死我们家人的 你想要为他们 好啊 你来啊 什么 对不起 我不应该利用我的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我要你加倍补偿我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林克集团 我想要你 滚出江 好 那就要看看你 有没有这个本事 冒犯有缘再见 林宝儿 你夺走了我的家人 就不要怪我也 抢走你的一切 哈哈哈哈 赵一生 明天这结果多久能出来呀 最快明天 到时候我直接把结果发到你邮箱里 谢谢你赵一生 哎 刘总 你这个挂罪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真的吗 有可能是我记错了 毕竟我也不失货 很多长得一样的 我也分不清 不满赵一生 我这个吊子呀 是专门请人设计打造的 当时啊 做了一对 这个呀 在我身上 另外一个 在我前妻呢 方便问一下 你前妻的名字吗 林平 林平 这个名字我好像也在哪里听到过 哎 刘总 你找到你前妻了吗 我前妻经过似的 不过还好 上前借你我 让我找到了我的儿子 刘长 爸 这是不是儿子 得等明天话语结果出来才能知道啊 皮元 什么说话呢 赵一生还在等 没关系的 刘总 你好不容易跟你儿子相聚 父子联心 应该错不了 赵一生 让你见效了 喂 江城中心医院的赵一生吗 有个需要患病的东西 帮我掉一下包 我需要确保检测结果准确无误 你开架 赵一生 您吧 您怎么有空来看我了 听说您调到江城的中心医院来工作了 所以赶紧过来看看你 没打扰到您工作吧 没有没有 当然没有 你怎么有这根项链 还有谁有这根项链吗 赵一生 有一个快递要邮寄吗 就是这个 辛苦你帮我 好的 快送他了 您是要工作了吗 一个亲自监听话令结果而已 是那个联总家的 是那个海外富商 刘正宏 你怎么认识这个人 我认识他的儿子 刘畅 这个就是刘畅和刘正宏的亲自监听报告 您刚刚说还有谁有这根项链了 这条一模一样的项链 那个刘正宏也有一条 还说什么是跟他前妻定制的一对 世界上只有两条 我看他就是幸福福说 那这个刘正宏 他还说了什么吗 他说他前妻叫什么林平 这个刘畅啊 就是他和前妻的孩子 林平 妈妈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这颗项链啊 这颗项链是爸爸送你的吗 风儿怎么突然醒了 妈妈 我没爸爸吗 风儿不是没有爸爸 只是 风儿的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 来 说吧 难道刘正宏是我爸 我还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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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项链 还是交出 可能 是的 我身保有 我还不得了 可是 不是 我还不得了 我还不得了 原来刘正龙真是我的父亲 可是刘畅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呢 他怎么会真是刘正龙 这么不相干的人为父亲 我要开发一个墓碑 把我所有最爱的人 都葬在里面 你也是我曾经爱过的人 要不要享受一下 第一个入住这里的感觉 糟了 李玉帆为了报复我 要先对我的吓上人吓上 赵医生 麻烦你告诉我刘正龙的住持 非常着急 我来不及给你解释这么多了 刘总 在市里的亲自监定报告 结果怎么样啊 是啊是啊 刘畅到底是不是我们亲大哥 刘畅 刘畅 我亲身的儿子 爸 品源 结果怎么样了 我是我爸的亲儿子吗 大哥 你是爸爸的亲生儿子 我就说嘛 大哥看着 跟我们就像一家人之间 你之前还不信 现在信了吧 武冲 你这个墙头草 平原做的对 大哥 之前的事情呢 多有得罪了 以后咱们好好相处就是 没有问题 对了 为了庆祝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 什么礼物吧 我开车 我这就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份礼物 你 Environment 开门 开门 有没有人 又拿到发言结果 神经病去哪 李云发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说有礼物要送给我们吗 怎么带我来这种地方啊 这就是我给爸爸送的礼物 唱 什么意思啊 你给爸送礼物 难怪这是送了一块墓碑吗 爸对你这么好 这不是纯心让爸晦气吗 我当然是想送你们全家一块墓地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爸 你不是想接我妈吗 今天我带你来见她了 真的吗 你说 林平她就在这 大哥 你说这是你妈的墓碑 为什么墓碑上连个名字都没有 当年我妈是被人害死的 我怕仇人连她死后都不得安省 所以 我就没有刻名字 林江在江城也是数一数二 什么人竟敢磨害你吗 是一个叫林宝儿的女人 林宝儿 你妈妈 之后 不是嫁给了一个叫立万娘的男人吗 立万娘 才是磨害她的凶手啊 林宝儿是立万娘的情人 当年她设下圈套 哄骗我妈结婚 婚后 又利用李万娘 将林氏集团洗拍成立氏集团 后面 她又利用手里的把柄 将立万娘送进了监狱 大哥 你确定一个女人 自己就能完成这么多事吗 怎么 品源 不相信我的话 大哥 我不是不相信你说的话 只是你现在说的 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这再说了 林宝儿如果胡作非为的话 大哥 你没作为吗 不瞒你说 这个林宝儿 以前是我的女朋友 这么紧张 当年 我以为林宝儿接近我 只是为了喜欢我 在后面我才发现 她是为了跟那个立万娘狼狈为奸 在我发现了她跟立万娘的奸情和她的计划后 她又不惜对我痛下杀手 还好 爸救了我 我知道 我这么说你们可能不信 爸 这就是那个林宝儿 没错 她在哪儿 我要替你母亲报仇 爸 你先别激动 这个事情啊 可能没你想那么严重 这还不严重 难不成 你还不相信你大哥说的话 爸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相信我 还是不相信你大哥呢 我 爸 您先别激动 这个林宝儿得知你回江城的消息后 肯定会有所行动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可能会自己找上门来 不知道以什么理由和借口 加害于我们 李玉范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呢 这就是那个林宝儿 真是质头落网 李玉范 这就是你报复我的方式嘛 点替我的身份 找到刘正宏相认 然后挑补我们之间的关系 让你自相残杀 然后你受渔翁之力 李玉范 这是你给我的新身份吗 这次我拿的又是什么剧本 刘畅 把他给我带回去 我要替林平好好地讨回公道 替林平讨回公道 你有那个资格吗 当初要不是你不辞而别 留下他孤身一人 也不会发生之后的事情 现在你后悔了 想为他讨回公道 可惜你连你和他的孩子 是谁你都认不出 你有那个资格吗 你的所作所为 苍儿早都告诉我了 你还想用你之前的手段来对付我 我可跟你之前所见的那些人不一样 你和他们当然不一样了 因为你不如他们 你下根就没想对付你 你不是想他做你的儿子吗 那你就做他爸好了 我看你们父子两个 倒是很般配的嘛 另外我告诉你啊 林平的墓碑不算成 如果他知道他死了之后 你还要来他的坟前各赢他的话 想必他在九旬之下也不够安心吗 李玉范 原本我对你是有亏计的 现在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想我们之间有个良心 你为什么要打赢他 你是不是怕这位林宝儿 讨出你这些事情 品源随便你怎么说 我相信爸爸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 把他给我带回去 把他给我弄行 大哥 你打算怎么输着这个林宝儿啊 他对我妈做的那些坏事 但是我要他千倍百倍的补偿回来 大哥 如果你手里真的有林宝儿加害林平的证据 你大可以把这些交给警察 我们都是合法的公民 可不能搞这些烂用私刑这一套 屁人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到现在还是不相信这大哥失望 我只是怕你被人利用 刚刚林宝儿说大哥顶贴了他的身份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他想靠近我吧 然后像霸占林家那样霸占我们刘家 我查过了当年医院的记录 林平身下的是一名男婴 这个林宝儿是个女的 怎么可能是我的孩子 又刹又走 我们可能冒充他 这万一中间出了什么岔子了 我快出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怪我没提醒你 以后的事情你自己做 你是打算留在这里 去跟我走 这笔子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你好狠的心 霸占了他的家常不说 还让打不得善 你落了今天的地步 也怪不得别人 如果你真的觉得亏欠我妈 你就自己亲手去报仇 你现在还有什么说的吗 主要有下辈子 我希望我妈能找个真心爱她 也不希望我要做你的孩子 我也不会有这样的孩子 你这想念是从哪里来到的 大街上剪的 垃圾详细剪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到底是谁 是看死林平了罪魁获胜 你不是这样处决了我 你们啊 你快动手啊 怎么回事 多谢你们父女两人 让我终于报了仇 哈哈哈哈哈哈 跳啊 这话什么意思 开门帮我出去 品人 刘冲 你爸怎么会突然让我们去公司啊 可能是有重要的事情吧 现在他被仇恨冲昏了头 走开哪里 他自己跟我们说啊 还得让大哥跟我们说啊 什么 是刘畅跟你说的 对啊 糟了 出事了 爸 爸 他还在这边上 那你干什么赶紧救人啊 妈 妈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 你吃了这么多苦 哈哈 你对不起 是我 是林平 是我妈 其实 我第一眼看到你是 就应该知道你是我的 因为你跟林平长得太像了 如果不是我假装相信的话 李玉帆 也不会露出真面目 你怎么就确信 我会选择相信你啊 如果你看到这个项链 还不相信我 那你对我妈的感情就都是假 我也不会轻易放过你了 哈 真是说曹曹曹曹到呢 林平 是你吗 我真是愚蠢 差点啊 害死我自己的孩子 没有到最后一会儿 谁也不回去 会不会有奇迹的发生 如果有奇迹的发生 我一定会加倍弥补你 你醒啦 你是 我叫刘品源 这是刘冲 嗯 刘畅呢 什么刘畅 你说的是李玉帆吧 他做了那么多坏事 也知道自己再见难逃了 我跟二姐 刚把你和爸救出了没多久 他就自首 他 厕守了 对 所有的事情呢 赵医生啊都跟我们说了 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苦 现在啊终于可以好好生活了 你啊 才是我们的大哥 大哥 不应该是大姐 是啊 是大姐 刘畅龙她怎么样了 嗯 受了点青伤没什么大 我们两个啊 就让她先回去了 这里啊 就我和刘冲 赵哥你就好啦 那就拜托你们了 嗯 爸 公司就先交给你了 为什么不留在江城啊 是因为心里还记恨我 留在这里 会让我有太多不好的回忆 现在一切也算是尘埃落定了 你在这里陪我吗 我也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 姐姐 我们好不容易团聚了 现在你又要走 我是真的很舍不得你 等我安理好了 欢迎你们来找我 走吧通通 司机还在等我们呢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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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